在年夜飯餐桌上以今年來講啊 比較需要去注意的是 我們就是用剛剛幾條要不然一衝撞的話來講 年夜飯餐桌飯還沒有吃完就會被翻桌了吼 你會期待年夜飯嗎以前年夜飯期待你期待是什麼期待團聚還是期待可以拿紅包 可以拿紅包 所以現在都是在發紅包的狀態就會覺得 不期待 對而且我覺得這個還好啦如果都是一些 你喜歡的家人啊或是晚輩啊 發發紅包好像也是一種祝福 可是就是我覺得我比較不喜歡年夜飯的是 就年夜飯餐桌上面有時候大家在想什麼吼 你也是真的不知道有時候也會覺得就是說好像沒有那麼單純 那種比較啊或者說一些目的達成的部分 那有沒有一些 在 年夜飯餐桌上 跟走理啊一些 你看一下吼 2023年跟2024年的運勢 轉換 23年的整體大環境的氛圍啊 比如說貪狼季的這樣的一個狀態 會讓你好像呢有很多的目標有很多的想法 可是那麼多的目標跟想法到最後啊 其實最怕是什麼東西 最怕是說多到你不知道怎麼樣子去運作怎麼樣子去開始 又或者是說呢多到呢你各種東西都去 試了一下 嘗試了一下 然後橫衝直撞 那橫衝直撞之後以結果論來講其實好像沒有什麼進展的這樣子的感覺 那接著往下走會走到什麼樣的狀態 接著往下走的話來講走到2024年它其實也是一種 改朝換代 或是說呢 規則會被改變然後有破壞的可能性的這種機會 既定的存在 想像跟想法有一些鬆動的機會 再結論到除夕夜年夜飯通常在除夕嘛 在這兩個交接的地方啊 有時候會有一種想要衝破 的這種感覺 然後會覺得說 那反正呢 期間限定的一種譬如說嘴秋啊 或是說彰顯我自己過得很好啊 這是有可能的因為在那一天的話來講呢 天干的走向的話來講 會有 譬如說天機 畫拳的部分 這種對於自己的信念跟理想非常堅持的部分 那廉真畫技的部分 一種規則破壞有時候只先 追求當下那種爽感 或者說我想要彰顯我自己過得比別人好這個事情 所以年夜飯的餐桌的這種狀態之上呢 其實我們可以從自己做起 不要過多的去打探別人的這一種成就 這個是一個老生長團 可在今年特別是這樣的關鍵 特別是說本來過得很風光或者說是 自己有企業在經營的 或者說手上呢感覺好像很運籌維吾的狀態 今年都到了一種突破的一種狀態 所以在年夜飯的餐桌之上 他比較 明顯的狀態是什麼 他是卡在兩個年的交際之間 那 運勢這種東西啊 他不會像電燈啊 或者說你插拔這個插頭一樣啊 插了就有電 拉了就沒電 開燈就亮 關燈就按 他一定會有一種銜接的過程 所以這一天的狀態之下 他前後兩年的氣氛會在這一邊 呈現這種交際的狀態 那你年夜飯餐桌上面很重要是什麼東西呢 不要去 禁擾到關於規則類的東西 特別是說 你要知道大環境的變遷嗎 那我們聊一些開心的事情啊 精神靈魂開心的事情啊 隨和的事情啊 就不要去談到說規範 或說探聽別人底線的問題 因為這會激起別人自己的保護欲望嘛 我覺得我自己做的才是有道理的 特別是天際化學的部分 你自己也是一樣 我們設身處理想 反過來別人這樣問的時候 就算我自己對自己有疑惑 但在當下那個狀態之下 不管是面子問題 或是任何的問題 我自己也想要去捍衛我自己 所以你可以也是有技巧說 我們不要談這個了 我們聊一些開心的事情 那時間到的話來講 或者說我們這個吃飯這個儀式 滿點了之後就趕快離開 如果是你真的覺得不舒服的話 這是對 自己對別人多一些 思考多一些關懷 然後也多一些 貼心的這個地方 然後在另外一個層面的狀態之下呢 自己也不要 好像帶著刺 因為我們是講說在 今年啊 準備要過去這一年啊 一整年的狀態 也就是2023年的狀態 大家常常會覺得說好像沒有目標的狀態 越沒有目標為什麼 我就越想要證明說我做的事情 好像我的選擇是正確的 哪怕是說對自己有疑惑 可是我在別人面前不能展現出這些事情來 所以有些時候呢 先把這個心態這樣放掉 為什麼先把這個心態放掉呢 因為啊當你是有先入為主想要去捍衛自己的心態進入到這場域的時候 其實人家是不是講什麼東西你都覺得是帶刺的 所以兩件事情先把這樣的情緒放掉 另外一個方面呢 去注意到不要觸及到 比如說人家在意的事情 因為那跟你沒有關係嘛 簡單來說就是不是你的事情就不用管 那第三件事情呢 如果真的發生這種衝突的事情 盡量把話題往那種風馬牛不相及啊 賞花賞月 賞秋香 然後這種環節去提醒大家說我們不要聊這些不開心的事情太嚴肅了 往開心的方向去聊 其實在年夜飯的餐桌上面呢 就可以安全下裝 然後順帶提醒一下 就是 在年夜飯餐桌上以今年來講啊 比較需要去注意的是 長輩 就是比如說爸爸或是媽媽 長上的這種關懷有時候會讓你覺得相對比較不舒服 你要去注意 我們就是用剛剛幾條件不要講這個不開心的事情要不然一衝撞的話來講 年夜飯餐桌飯還沒有吃完就會被翻桌了 然後祝福大家呢 新年新大運 也希望大家在年夜飯餐桌上面呢 開心的下裝 享受這一個 年假期間為新的一年儲備新的體力 祝大家榮年行大運 是不是很老派 哈哈哈 老派又最棒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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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